冷靜點 歡迎大家來到動漫廢物 今晚仍然有我小貝 孟敬 新鳴 三位嘉賓 三位嘉賓 收聽方法是上我們的網站 ACworkbridge 收聽直播 鼓勵大家重聽的時候 上youtube的動漫廢物電台收聽 少少台舞 因為我們借了別人的伺服器做播放很多年 未來已經十年了 所以我們有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可能在1月初開始 直播是有機會斬一斬平的 但我們的網頁和youtube播放 會依然維持 理論上依然維持 對 理論上依然有可能 應該會繼續維持 youtube應該會維持 對 看youtube的位置有多高 對 這純粹是技術上的問題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想逼人去做youtube 我們從來都不逼人去做youtube 是不做的設施 因為那些伺服器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再維持那個伺服器 所以我們的網絡寄居工作 終於都要告一段時間 有聽眾有好的伺服器提供 直接課金是嗎 不是 我們現在不要課金 外面你知道 可以有方法找到新的伺服器 在網頁 可以介紹給我們 我們暫時不太懂得找 因為其實都講解一下 很多網友和聽眾都說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搞下去 還要搞直播 因為以前我們一直都有朋友 給我們免費借用 現在的朋友 十年了 還想怎樣呢 大家都很感謝他 現在我們都需要搬家 看看接下來 找得順不順利 如果有網友可以讓我們寄居 當然最好 還有任何技術支援 我們都需要 不過因為youtube和facebook 沒有那麼容易釘蓋 所以我們有任何更新的 都會在這些地方 所以都是留意我們的facebook 沒錯 另外有一集新的節目 已經上網站 不要說我們偏心 American Pie Season 2 Episode 5 末日浪人 Roofery 我們已經上網站了 還有Jazzica Jones Jazzica Jones 都已經上網站了 這兩個節目 都是youtube限定的 所以 這兩個節目 就真的逼大家 上youtube看的 兩大語氣王 第一位是誰 一個是很厲害的 一個是很厲害的 益揚頓座 一個是沒有益揚頓座 兩個極端 Spectrum的兩端 所以我們的兩大語氣王 死於VS激動 我們回到今集 今集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還沒有說完 這次保證是真的說過 真的說過 不是很像說過 然後當作說過 這次真的說過 就是約探功德的全能人 弊能時 今天我們說漫畫 也會說一些真人版 真人版 譯為超能勁柱男 是吧 是柱男 我肯定是柱男 你肯定不是柱男 你肯定不是柱男 我肯定是柱男 對 故事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真是租做第四部 一個導航兵 突然之間有人有超能力 有替身事者在小鎮裏面 然後又有不同的勢力 又有互相互避的故事 當然約探功德的當然是膠化了 行爛鏡 膠化了的杜王丁 他的故事就說 怎樣可以成為超能力者 有三大原因 第一大大家都提過 就是 Hipen 對 還有小輩 還有小輩 還說出來 對不起 沒理由爆發別人的事 我道歉 這些要靠心靈感應 不是 Hipen和小輩 夏曼遊姐跟我說 她又知道 她又熟悉 她又熟悉 那就是要處理 第二 要在九星連環 在宇宙射線射到每個站 射到導王丁的時候 剛好你處於這個聖靈分 對 正在追著的時候 還有第三樣我覺得 不是太重要 她就說要能人 要自己有自覺 知道自己有超能力 其實看不同的書 譬如書電影或者上網看 這個是有幾種譯法 我看的就是第三個條件 就是你要對某一件事 有某一種情意結 而這種情意結 就會引發到你有什麼超能力 我想可能是那個 執著那件事 那種執著 譬如電視版就說要自卑 電影版就說要有情意結 維基都說要有情意結 譬如 好像秋生多香迪 為什麼她會有預知能力 就是因為她在意 她一直在自摸 但是她一直在意 這個研究 即是她跟博士哥研究的 將來的結果 所以她有預知能力 為什麼主角鴨川家郎 會讀心術呢 就是因為她很想知道 《淺見沙英》究竟在想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 形法反而是準確一點的 是比較合理一點 這三個條件之下 就會成為這些超能力者 我們叫做能人 一班能人 我們上次大約說到 第四期的故事 應該是淺見同學死了 然後他們就要刮高濱 那時候未知高濱是 那時候也在招兵賣馬 他籠落了那個 氣旋慘的阿坤紀之後 其實他又再籠落了另一條西裝友 那個故事也挺有趣的 西裝友是否在地鐵上摸人 電車似漢 他是說他不認 他用了整個範疇都說我沒有做過 是惡搞某一本電影 正管如此我沒有做過 我告訴你沒有做過 那個叫內水 會燒著人的那個叫內水 所以他一直都說不認 故事也是惡搞 正管如此我都沒有做過 但最後問他有沒有做過 當然有 所以這個人跟高濱那邊 加入了那組 其實他們那邊的人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原因 但很想毀滅所有東西 比較破滅一點 其實是高濱想的 其他人就是跟著他 內水 內水 內水是另一個朋友 對不起 沒關係 內水其實也是想毀滅一齊 然後軍紀也是 軍紀也是覺得女人會傷害他 不是軍紀是 不是軍紀所說的 對 軍紀是覺得女人是傷害他 氣旋斬 即是那個肥犀 他就是用那種十字氣旋斬 十字氣旋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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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鬼 你真是單手 兩隻手一個靠叉 這樣飛出來嗎 他其實應該未 他還未覺醒 他還未開發到 可能下一步 軍紀座是十字氣旋斬 單手和雙手 雙手威力大一點 對 對 應該他會再做 然後去搞事 最後一場大戰鬥 在體育館裏面發生 還有一個遙控仔 可以摸自己 然後用來打機 對 他有Joystick和按鈕 有按鈕 摸在自己身上 就可以出聲龍拳 對 Joystick 但那個好像 不是很重要 他是在 體育館裏面 大鬧 對 但那段 怎麼說 好像有點sidtrack 也不會 其實他都是說 高濱集了一群人 然後在體育館裏面鬧事 那他初段 也會被野國主角發揮能力 可以找到他出來 對 其實那段 我覺得已經算是 他那段 故事性裡面的 高峰位 那個撇位 因為他之後 其實很快 高濱就領了便當 已經 完了那件事之後 奈水又被人拘捕了 然後 姚控仔 姚控仔也想了 然後 高濱也是領了便當 消毒全身變了炭 然後 立即 那個章節 就叫他結束 然後去下一個章節 之後 那裡 我覺得有點混亂 因為他 之後 立即說 阿輝叔回到 200年前 美國的一個 叫什麼名字 那個鎮 糟了 那個 德魯斯 對 德魯斯 因為那時候 發生過相同的事 就叫他回去拯救 回到未來 他拯救了 但是那個很有趣 那個是你以為 都會說一下他回去 然後 可能有一些經歷 怎樣遇到那個人 然後怎樣對付他 但是他是很快的 即是他 一聲就回來 然後就說 搞定了 搞定的方法 也很有趣 其實就是 因為 這個故事的設定 就是 只要你一破了柱 那你就會沒有超能力 因為 超能力是 被柱 去壟斷了 對 你不是柱的話 是不可能成為 能人的 童子攻你 對 一虧了 你就抱歉了 你的超能力也會 周皮 所以 他們可以虧 但不可以 他可以自己虧 不可以 Go Go 阿輝叔 阿輝叔經常都虧 所以他不可以 今晚訓練 早上也不可以 所以 阿輝叔 也相當簡單 就說 我搞定了 回來 因為我已經令到那個人 沒有超能力 對 沒有超能力 即是找人帶他去訓練 簡單一點 但是 那個方法是 那個人是破了柱 但他都未破到柱 所以他可以回來 他用了很長時間 做這件事 首先拿一堆鹹碟 先把他捆他 馬上煽動他 然後才帶他去滾 救電那天很厲害 快要不然還能播到 可能 那個人沒有電話 他帶了布電話 他也帶了布電話 他也帶了布電話 播了很久 應該是400隻 應該是太陽能力 可能他不知道 怎樣有方法可以充電 超能力的東西 放電能力者 你知這條鐵是什麼 其實 他最初也有些掙扎 他其實是用了很長的篇幅 說他心理掙扎 對 又說他最初就認威了 在那個年輕人面前 然後就發覺 原來這麼危險 都是閃了 然後 他又回到他鄉下 回到他以前住的地方 去找回 見回那些舊同學 然後又去吹噓自己 撞到那些舊同學 其實他最初想逃避 但之後又好像覺得 都是正真子 不能逃避 而且他覺得 還是要做些事情 於是他就回來 帶齊彈藥 聽家 鹹屎 還有他也有交下身後事 找一下主角的名字 加龍 加龍的老母事愛 那段也有趣 我覺得是這樣的 那段也有趣 而死與鬼 那段也有趣 因為 揮叔一直暗戀 加龍的老母 律子 律子小姐 暗戀你明戀你 不是 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當然暗戀 原來 最初我們看頭的部分 都會以為 都是同學 或者他們也有接觸過 或者也有聯繫 但原來 老母 律子小姐 根本都不記得 他是誰 他最多記得 這個叔叔有找過兒子 那次又來過家找兒子 但是完全不記得 這個叔叔是他以前高中的同學 但是 阿輝叔仍然是告白了 這個是他最後的心願 他為了要 怎樣說 他令到自己沒有牽掛 所以就決定跟加龍的老母告白 我真的很喜歡你 由此而來我也很喜歡你 然後 他也說 你養育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好兒子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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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準備帶了一些 鹹碟 一起回去德魯斯 他的武器 原來都是武器 要聽假 加龍一開始都起不到機 沒有跑到 他帶了四方的飛機過去 阿輝哥拿了四方飛機 幫他起飛機 他就可以回到過去了 都挺帥的 打著飛機 他很快 打著飛機 然後就開始吊塞 好像是坐跑 一頁之後 大家很浪漫 打算散水 吊塞了 如果你看這裏 當時買打韓本的時候 第七期 你剩下十多頁 第八期就是 說他回去怎樣解決德魯斯 那件事 糟糕 然後他回憶 用了幾多蝙蝠 回憶 即是說德魯斯 兩三頁 就解決了 但其實這個年輕 這個過去來的年輕 他是鋪了很久 他那時在第四期 左右 第四五期開始已經 這個年輕 有一個神秘的少年出現 那這個是什麼人來的呢 已經是鋪了 但是沒有估讀那麼快 已經重圓了 而且之前說 培叔怎樣心理掙扎 那段是很長的 有了大半期的掙扎 你以為他過去二百年 都好像 back to the future 都起碼有些西部故事 給我看看 還有因為他走那一刻 鋪牌的畫面 就像他走了 回不來 而且他在二百年前 會留一些訊息 給你們在二百年後 突然找回 或者是下一頁去說他二百年前的德魯斯 然後揮叔就開始 適當他的大冒險 一定會有那段 甚至是你會有些 他有他兩三頁 你會承認他 他回不來 有些危機 都準備裝鬆了 誰知道轉爛就回來了 發這麼多聲音 還要搞定 沒有危險 接著就到 因為其實家囊始終都有一個 真緣未了 就是要保護淺賢 沙英 其實他完成這件事之後 家囊 之前已經是 平野已經跟他說 我們做夠了 在高品那件事之後 他覺得我們已經付出夠多了 不如算吧 不要要這些能力了 那便聊他開波 聊他開波 就說不如我們一起不要要 交換禮物 對 交換禮物 交換盤頭 那便聊他開波 但是在家囊的腦裡 仍然想起錢見同學 而這個時候 平野也是有讀心術 知道這件事 所以便說 那算吧 你先結束你的心願 其實也挺浪漫的 那段其實處理得不錯 這兩個人是因為不需要開口 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互相很明白 他知道這個人在想錢見沙英 其實他是沒有騙自己 他知道 甚至乎 雖然他沒有正式說出來 但是他暗示了 其實家囊原本是 都希望的 但是他想了結一件事 才再跟吳平野 他跟吳平野都有個約定 就說搞定所有東西 回來就 開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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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約定了 但是這個約定 都成為了他回到過去的一個心理包袱 第八期 當時也挺意外 買的時候 我好像沒有看第七期 因為這個故事 轉得很急 北風一轉 說到他回到錢見未死之前 是在他們的行星照耀 那一晚 那一晚 簡直是那一天 然後發現 他當然還沒死 然後搞了藥干 原來高濱是沒有超能力的 因為他在說 每當有人回到過去的時候 其實過去時空已經扭曲了 所以有些事情已經不同了 是獨盟紮禁 一份子就搞定了 其實家王回到去的時候 看到高濱是沒有超能力 軍紀也是沒有超能力 其實已經搞定了 那錢劍就是不會死 錢劍就是不會死 但是呢 我想搞清楚是沒有超能力 沒有 因為高濱打不成飛機 他沒有打飛機 因為他打算打的時候 媽媽進來後 就打不成了 即是假裝睡覺 即是蝴蝶效應 是的 那軍紀就被他的叔叔 就帶了他去洗土耳其辱 就多了東西 所以就不會有了 亦都是因為這樣 整個故事就不同了 而在這個時空裏 其實他是改變了歷史 他不是平衡的 他不是發展了另一個平衡 他原來是線性宇宙 回到過去之後 糟糕了 這個錢劍沙英 當日是有自摸的 所以他本身是有超能力的 其實他已經有超能力 但是某一刻還沒有覺醒 那怎樣覺醒呢 就是發覺有一項 本來他想跟阿哲也打拼 但是很幸運 家郎忍身頂了一項 一項 我講完一項 究竟家郎用了什麼地方 去幫阿哲也打拼了 阿哲也打拼一項 沒有所謂的 下半都可以 整個電話都可以塞進 不是 那是誰 那是下半都可以 我想知道這種情況之後 他會不會喪失超能力 我撐了這些想法 算前面不算後面 我不知道你可以找個人試一下 等一下前面 看著不算是誰 阿哲也很瘋 阿哲也很瘋 阿哲也有足夠的 只要有行星照耀你都會有超能力 其實阿哲也應該也是超能力者 我們都會超能力者 他想知道 因為他沒試過 好嗎 現在是超能力者 所以他想看試完之後 會不會沒有了超能力 要在新的後面頂他 沒幫教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塊蕃茄 所以要收拾 我想說一下 其實淺健有少人力是家囊回到他 醒醒了他 看到訊息才自摸 所以其實是家囊弄到他有少人力 所以就是在說時空扭曲 因為本來淺健睡著了 睡著了 打著飛機去到他 然後站在那裡 為何那條屋子對著打飛機呀 全部頂了 有什麼事做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這樣就有少人力了 而淺健的超人力 也是很搞笑的 話說他跟捷衙打算打招呼 其實如果不是家囊犧牲他 後庭的話 應該已經搞了 但其實很有趣的 你看到前面的傢伙隱形而已 但你是真的進不了 他進了一件事 但其實是隔著了一些東西 但也不是瞞著眼睛去拍攝 可能閉著眼睛很享受 這樣就對不住 沙英對不住 那你覺得那些储男後面應該都挺緊的 緊緻而已 緊緻而已 只是嬌亂 緊緻而已 做緊緻的形容 嬌亂和緊緻也只是看你怎樣形容那種菊花而已 我們沒有研究過的 小初菊 那些储女比較專科的 那些储男十幾歲人 安排了那麼多次試驗 我們是不是調多了 好 那就說了 储女的超能力 那時候是在搞緊 折衙的電話響 第二條女召她 被沙英 立下眼就看到有第二條女的名字 就覺得 你這條粉皮 果然是有第二條女 於是就詛咒她 就覺得 你那裡最好就變成鸚鵡了 小雞雞變小鸚鵡 其實她真正的能力不是將她變成鸚鵡 而是將這些想法成真 她將所有惡意成真 然後就變成了鸚鵡 折衙的小弟弟 小弟弟變成鸚鵡 然後沙英覺得很搞笑 然後覺得很好玩 那一刻就說 不如全部男人那裡都變成小鸚鵡吧 不僅如此 她有趣到將某些人都變成鸚鵡 她老爸變成鸚鵡 因為她回到家的研究所時 發現她老爸在握著秋山 其實他們說就是在做研究 但是沙英一看到就覺得 真是好偉呀 爸爸整隻變成鸚鵡 就真的變成一隻很大的鸚鵡 然後加羅自己那裡都變成鸚鵡 所以其實加羅某程度上 其實是在那個時空中 因為她穿梭時空的能力 是用一些 打飛機 不是 她有特殊的超能力者飛機杯 她的能量就是在飛機杯上 即是Aspatanga 然後插在那裡才能用得 那裡變成鸚鵡就插不進了 所以她無法回到她自己的時空中 真的好慘 我覺得男人其中一件最慘的事 就是你連機器也打不到 對 而且那隻鸚鵡不是只有一個型的 混蛋會吃醬 會吃幽隱 很仔細地餵她 她的鸚鵡也會說話 那你這個鸚鵡不是在那裡這樣說話 算是拍的 然後加羅就灰到哭 然後她整天就算了 我都不回去了 留在這個研究所裡照顧博士 照顧博士和小雞雞 本身也是很灰的 她的鸚鵡也有名叫小J 對 小J 即是在這裡和小J和博士 過日晨就算了 但最後她也覺得 也是要救生英的 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秋生多香子的預知能力 告訴她 你會跟生英搬東西的 我看到了 她整個人就起了 整個心情 當然要做 她的預知能力是不會錯的 即是我的東西一定會變回圓形 所以她就要不斷地想 究竟怎樣才可以令這件事發生呢 她的整個性愛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 而且她一向都是想法英 那這個就一定 如果不需要救她 這是佛洛伊德的說法 我不知道是否佛洛伊德 這是我慢記的說法 所以就想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很簡單 都是很講解她的意識 只要沙英覺得英姆 很可愛 不是很厭惡的事情 為何要黏著你的馬丫頭 這樣她就會沒事 最後解決了 這件事也很簡單 解決了之後 嘉朗就跟她說 你有這種能力 就是因為你是柱 所以你拼東西就沒有了 於是 其實她第一次就說 不如你跟我拼吧 不過其實你想跟別人拼都可以 不一定跟我的 其實那段很好笑 因為已經結局結尾了 整件事叫相安無事 基本上已經是Happy Ending 還有一件事要解決 就是究竟阿川是否回到自己的時空 那一天 還有她是有個考慮的 假如她跟沙英一拼 一拼就沒有了超能力 是 那就回不了她 但是她又答應了 平野美由己回去拼東西 那做人當然要手信樂 究竟要跟誰一起拼呢 跟女神拼東西好 還是跟淫蕩的美由己拼東西好 嘩 真的很難算 兩條女子等著她拼 那一幕很好笑 她又說 因為之前一段時間 全陣的男人 不是一輪東西變成了鸚鵡 就是個人變成了鸚鵡 所以那些女人是很久沒有開球的 而所有男人回復後 那些女人是很肚餓 這個是阿輝叔的理論 很肚餓 所以只要你那天出去情侶酒店兜一個丸 就一定找到食物 所以阿輝叔就在那裡逗你 在那裡逗你走 那家朗在想 怎麼辦呢 她當然想兩樣都吃完 但是她真的在當時的情況 只能夠吃到一件東西 因為你吃了沙櫻就不能回去 對 因為不像女人 甜品是有另一個位 男人無論如何只有一個位 最少是一顆 讀超能力只可以一次 糾就只有一顆 柱子能夠破一次 你不能每天都破柱 我今天還是主男 對 超能力是不接受的 於是她之前有個佈局很精彩 她之前在咖啡店 見過這個時空的自己 所以她就想起了 叫這個時空的自己來搏 然後她趁我的超能力還沒喪失之前 就回去 就很棒了 一個自己就兩邊有得吃 結果呢 是成功的 這個開心大發現 是成功的 那家朗真的被沙櫻捉了進去的Love Hotel 即是過去時空的家朗就和沙�搞了 之後呢 趁超能力還沒喪失之前 就不斷打飛機回去 糟糕了 但是她在打的時候 她已經後悔了 她已經知道 她已經知道 蛤? 但我沒有了超能力之後 在這個時空和平野是沒有交替的 平野是不會等著我的 那就是沒得吃 那就慘了 這個就很慘了 而最不幸的是什麼呢 就是回到她之後 平野你不認識她 她不認識你 那你畢竟都叫做吃過沙櫻 sorry 因為那個病野只是你 這個時刻的你 你只是在記憶上面有搏過沙櫻 而最慘的是搏完沙櫻 沙櫻翔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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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 因為那個比較可靠的經歷 那你過去時空那個家郎是真是疹的 那你真的拿來開完波第二天就飛了 中出即飛了 但原來我飛下來 這些是聖公子的終於 很慘 聖公子是中出即飛 現在是女兒被終出,飛了翔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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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 就像自己看一本《三角演義》那樣 嘩 好刺激啊 但不關你的事 明明你是周瑜來的 斜迫好像沒打過 沒打過看 失憶 好像失憶 你看片段那種感覺 真的很可憐 可能像喝醉酒斷片的朋友跟你說話 你當時做了什麼 不過《若參功德》對家郎是很好的 到最後這個故事是一個浪漫的happy ending 因為平野雖然他不太認識 他不認識嘉郎這個人 但他走過去跟嘉郎說 我隱約記得我跟你好像有一個約定 然後就結束了 那是一個挺浪漫的ending 《若參功德》來說這個都算很浪漫 其實《若參功德》也類似這個浪漫 不過他是一個悲傷的ending 《若參功德》是一個悲傷的ending 但《全能人》是一個happy ending 而他的happy ending是雙重的happy ending 因為嘉郎真的吃光了兩條女 一個是在記憶中拼過 一個是在連在後會拼 看書也能拼得到 現實也能拼得到 那種feel是很強的 過名的在記憶中拼過你 早到參考博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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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做 有一種幸福叫做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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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休息一會 還沒聽我說 博野 若如初相見 那些年我們博過的 哇 休息一會 ları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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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